怎么办呢 难道真要被那马夫玷污才能活下去 不 沈千一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 抹得扭过了头 其实这间屋里还有一个男人 他的新婚夫君 萧莫衡 虽然他是个植物人 但是以沈千一的遗述未必没有办法 传完八王叶是因为坠牙摔伤了脑子 才会昏迷两年 可他现在看到的情况 他分明是中了一种极为隐蔽的毒 哎呀 该死 我现在没有趁手的工具啊 哪怕只是一根银针也好啊 这个念头刚刚冒出来 手中忽然一中 掌心竟凭空冒出了一根银针 啊 这 怎么回事 疼疼感袭来的那一瞬 向梦衡觉得十分的不真实 就像是做了一场醒不过来的梦 哎 你醒了 他还开口说话了 不 还不止 他竟还低头脱他的衣裳 沈千一 你干什么 那个 半王爷 我也不想这样啊 但你父皇强行赐婚 你的大丫鬟 又联合我的季节给我下药 如果不这样 我就会死的 他一边说 一边飞快地把他衣裳 你大概不知道吧 你已经昏迷两年了 今日若非我救你 你可能永远也不会醒来 所以 现在你也救我一命 就当是报答我了 说完 他竟直接骑到了他的身上来 放肆 立刻从本王身上滚下去 否则本王杀了你 你要杀我 至少得是事后啊 可我若是滚下去 现在就会报鞭 你 博纯被人堵住 小莫衡整个人如草离机